現在要來清除多餘的圖檔 就是你在繪圖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圖檔 然後是多的檔案 檔案圖檔公用程式 然後按清除 這邊撒了一個清除 勾選所有項目 那你不用擔心 如果你用到的圖檔 它不會幫你刪 清除勾選的項目 清除所有勾選的項目 這樣就可以了